大家好,前几天发 让大家不要往职场里面塞东西的视频火了 那么很多朋友有疑问 我来回答大家几个比较热门的问题 第一个,有朋友不相信 西红柿和苹果可以塞到职场里面去 说实话,我也不相信 但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他们真的塞进去了 我不关心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我关注的是怎么样让他们出来 第二个,有朋友问 往职场里面塞东西的是 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为什么往职场里面塞东西 告诉大家,大部分都是 男孩子有的是自己塞的 有的是他们的男朋友塞进去的 第三个,有朋友问 他们来医院看病的时候 都是以什么理由来医院看病的 这一点他们都是比较统一的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说 地上有个东西不小心 以屁股坐进去了 当然的话,这个理由 大家也就呵呵一笑就完了 第四个,有朋友问 医生碰到这样的案例会不会笑 我告诉大家,我笑不出来 我要哭出来了 你想想,我晚上值班的时候 本来可以平平安安的睡觉 那么大半夜来了一个这种职场医务的人 我还要给他做手术 还要帮他把医务取出来 我当然是很不高兴了 如果你患病了,你来找我看病 那是没有办法的 我肯定会很热情的接待你 但是这种情况 本来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是你自己非要往职场里面塞东西的 所以的话呢 半夜来找我看病 我不是很开心 第五个,有朋友问 为什么黄瓜西红柿这些东西塞进去了 取不出来 当然有一部分人塞进去了 他是可以取出来的 但是如果取不出来 他就会来医院看了 那么我见到的都是取不出来的 为什么取不出来呢 这个原理就比较复杂了 取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往嘴巴里面塞一个灯泡 你可能塞得进去 但是取不出来原理是差不多的 第六个,有朋友说 东西塞进去的时候 后面绑个绳子好不好 这样的话呢 可以通过绳子拽出来 你真是一个天才 这个办法也许能行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尝试这样的办法 最好就是 不要往直上里面塞任何东西 第七个,有朋友说 既然怕塞进去了 取不出来 那就塞一根冰棍进去好不好 这样的话呢 他就自己化掉了 你真聪明 但是告诉大家 一个再冷漠的人 他的直肠也是热的 你塞一根冰棍进去 会冻伤他的直肠的 会损伤他的长年膜的 不要塞这些冷的东西进去 第八个,有朋友问我 今天最奇葩的义物是什么义物 每个义物都很奇葩 正常的里面就不应该塞东西进去的 当然的话呢 有些人不仅仅塞这个苹果呀 香蕉啊这些死的东西 有的朋友居然塞活的东西 比如说鱼啊 黄山啊 泥丘啊这些 这些东西他不仅仅是会堵塞肠道 他会钻洞 那这样的话呢 更危险 有可能会把肠子给弄破了 第九个 有朋友问我们掏出来的 西红柿 黄瓜 鱼等等 怎么样处理 当然是洗干净 还给患者 难道我们会拿来做菜吃吗 最后一个问题 有朋友说 造孽啊 我为什么会刷的这个视频 大家知道 大数据是很厉害的 有可能你心里面 诶 曾经产生过这种想法 那么的话呢 大数据就推荐给你了 但是我奉劝各位 千万不要去干这样的事情 明白了吗 不然的话 我们晚上又有的忙了 大家可以转发给你 亲密的朋友们 劝他们不要干这样的傻事 好不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